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开始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贪吃蛇 刚刚那一个贪吃蛇的东西 我们先把这一个贝克代码给他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这个贝克代码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贝克代码 对吧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不太好去处理那一个东西 不太好去处理这个东西 我先把这个棋盘给他截图 好吧 因为这个的话是我最终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啊 那么我最终要实现这么一个效果的话 我最好是有一个对照 对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啊 会有我们的一个蛇 以及会有这一个食物 然后啊 这个时候的话吃掉我们的一个食物之后食物会随机生成 对吧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先来先来处理第一步吧 我们是要去处理 啊 第一步的话 我们应该要处理整个棋盘的一些东西吧 我们就是要把整个棋盘给他做出来吧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模块 啊 这个模块的话叫做py game 我们需要import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py game py game py game的话是专门做游戏的这某一个模块 那这个模块里面的话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 需要提前安装一下 是一个pipe 啊 install install 我们这一个py game 啊 py game 啊 py game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他安装一下 安装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安装一下 pipe install 一下 这一个py game 啊 安装好的之后 这个地方给我们提示的一个内容 对吧 他告诉我们这一句话 可能有些英语比较差的同学啊 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对吧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上面这一个右键 然后给他翻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他翻一下 像他提示我们以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的话 是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 对吧 已经做好了啊 那么这是我们安装这一个py game 啊 py game 是专门做游戏的 用其他的一些模块 可能不行啊 因为专门做游戏 对游戏会有一些优化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 我们去导入这一个py game 这一个模块 那么导入这一个模块之后 我们必须要去进行一下游戏初始化 是一个py game 点上一个init 所以这个init的话是必须要去做的啊 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初始化也啊 游戏初始化啊 游戏初始化啊 游戏初始化 那么做好这一个游戏初始化之后 我们要来做这一个内容了 就是这一个啊 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窗口 对吧 在这个窗口里面的话 我们会有这一些棋盘 然后有棋子 对不对啊 我该看 那怎么去啊 我 我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应该是把整个窗口给他显示出来 对不对啊 以及上面这一个标题 我也要给他处理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处理标题啊啊 标题的话 那么是我们的一个py game 点上一个display 注意的 display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窗体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我们这一整个窗口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给他啊 给他设置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设置一下 title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set一下 我们给他啊 给他一个set 我们的一个capture啊 这个地方 如果不懂的同学 你可以给他翻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设置我们的一个标题的一个意思 标题的话 我们就给他贪吃蛇好吧啊 因为我们右边那个地方也是一个贪吃蛇的一个东西 贪吃蛇啊 第二个的话 我们去设置一下窗口的一个大小 这个大小的话 我们给他一个500乘以一个500就可以了 我们给他一个py game啊 然后继续是在一个display 然后给他一个set 我们的一个mode啊 这个是设置的一个意思 木的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窗口 然后这个窗口 我们给他一个500啊 乘500500 这个地方是500乘500的一个窗口大小窗口大小 啊 窗口大小啊 在这个地方窗口大小之后 我们就给他设置好了吧 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给他来运行看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会突然显示一个 窗口 然后一个黑框框 对吧 然后就直接没了啊 因为我们执行到下面这一步的话 整个游戏就结束了 他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啊 我想让他窗口一直显示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把它阻塞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加一个input 我阻塞在这个地方 这个窗口就会直接在这个地方 对吧 他就不会动啊 但这样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对不对 做不了了啊 我想让他显示这么一个窗口 然后等一下我要在窗口里面去绘制内容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必须 去做一个做一个操作吧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他停了 这样的话 我们窗口给他绘制好了 之后我要在窗口上去绘制一些东西啊 这个地方是设置我们的一个窗口 对吧 那么我要得到我的一个窗口屏幕啊 所以这个窗口大小的话 我们会返回一个对象 我们给他一个screen screen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屏幕对象 这个screen就是我们的一个屏幕对象 屏幕对象 屏幕对象 屏幕对象啊 这个屏幕对象的话 等一下 我们要把这一个啊 把这个手和食物全部给他丢到上面去 对吧 这是这两个啊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取消掉这一个input 啊 之后的话 我们开启了这一个游戏 那么我们就必须进入进入一个东西 是我们的一个vrvr的话 进入我们的一个游戏循环 注意游戏循环 游戏循环啊 游戏循环的话 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应该一直玩 一直玩 一直玩 直到我不想玩了 我才退出 对不对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盯一个变量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runrun的话 代表它是一直在运行的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一个去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他一个run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run 啊 这个的话 就相当于是游戏开关的一个意思 这个的话 是一个游戏开关啊 游戏开关 开关 开关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游戏开关 这个游戏的话 我们 我们现在是把它给打开 然后在这里面去绘制 我们整个屏幕的一些东西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吧 我们把整个屏幕给他绘制成一个背景 作为白色的 好不好啊 因为因为刚刚那个地方是黑色的 我不是很喜欢 那么我可以screen点上一个 这个feel 费要的话 是填充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刚刚会得到一个屏幕对象 对吧 我要往这个屏幕上面 给他填充为一个啊 白色的吧 白色的背景的话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的是三原色的一个东西 三原色的话 是一个255啊 255啊 然后再次一个255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三原色 三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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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原色设置我们的一个背景 然后我们再给他绘制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对不对啊 我们这个地方 screen 点上一个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皮外干吗 皮外干点上一个 display 点上一个啊 update update 然后我们啊 写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暂时先来看一下这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去进行一个运行啊 像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窗口又出来了 对吧 窗口又出来了 然后它变成一个白色的了啊 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在这个窗口上面去绘制我们的一个时候 或者食物 对吧 这个方格的话啊 可以绘制 可以不绘制吧 等一下 我们再来一起来考量到底是不是去会啊 到底去不去绘制这些方格 好吧啊 那么暂时这些 我们就讲到这关于这部分啊 更啊 有问题的同学敲个月啊 我先把问题解决一下 好吧 刚刚的话 在旁边这个地方有同学问了一些问题 我们先解决一下啊 第一个的话 是这一个海归编辑器能做出来吗 海归编辑器 它是一个绘图的编辑器 它不是用来做游戏的 你这你用它做游戏也可以 但是你 你需要自己去实现一套逻辑啊 309版本能不能做这一个 309的话 大概率不行啊 309应该对皮外盖没有优化 在皮外盖的话 我不清楚能不能写 但我觉得啊 应该是可以吧 这个盖特是自带的吗 盖特是带的败血 对 我这我修改的这个地方我牛同学还是有点见识的啊 这个是开发者的话 一般喜欢你牛时的一些命令啊 我这个地方特意配了一个你牛时的命令啊 这是这一点 然后这个皮外干净也可以 那个没有用过 ttk 英特啊 都是做界面的啊 还是有些区别的 就是虽然很像 但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这个英文表达是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这个地方英文表达是不可以啊 这个三原色有同学不知道的吗 这个三原色有同学知道是是啥子没有 这个地方啊 啊 这里面的话 我们的一个三原色三原色 三原色啊 三原色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红绿蓝吧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颜色 其实我们都是25255的话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搜索一个颜色啊 那个颜色你不是很喜欢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地方你对照去找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我们不能用16金子的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用三原色的这一个东西 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刚刚刚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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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们可以搜一下 像这个2525255的话 他找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白色的啊 如果你要红色的话 可以对照对照来这个地方来找这一个东西 找找这一个内容啊 然后再是下面的这一个下面的这一些红色的颜色吧啊 rgb 对rgb 和三原色的一个内容吧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三原色去进行一个会设 啊 然后这一个的话 我们是整个内容都没有问题 对吧 关于这个地方跟得上的同学没有问题的同学 敲个1给我看一下 好吧 跟不上的懵懵懂懂的同学 敲个2给我看一下 啊 刚刚那一个update的话是更新的一个意思update是更新的一个意思 那个无限春雨同学的一个问题 就这个update 啊 如果我们不加这个update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是什么 啊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啊 然后我们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重新给他运行一下啊 你会发现上面这一个东西的话 它会是一个黑色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黑色的啊 上面这个地方 我们是 我们是这一个screen 是我们的一个屏幕 对不对 屏幕 屏幕啊 屏幕 然后这一个feer的话是填充 填充啊 填充这个25255的话 根据我们rgb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rgb 这个地方是rgb rgb 啊 然后25255它代表的是一个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白色 对吧 也就是在我们将往我们屏幕中 屏幕上去填充一个白色的一个颜色 所以它会变白变白之后 但没有显示到界面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我们这一个update的话 就是将我们填充的一个内容显示到界面 将绘制的内容 绘制的内容显示到界面 显示到我们这一个界面上 所以就必须要用这一个update去进行一个会设 不然的话界面上是没有东西的 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刚刚那两个跳奥的同学 这个地方现在能够理解了吗 现在这个地方能够理解了吗 或者你哪个地方不能理解了 你能告诉我是哪一行代码你不能理解吗 像我们现在代码还比较少 从27行到38行 你哪一句代码不理解 你可以啊 问一下 刚刚那两位翘奥的同学 哎 这个地方还是不知道 对吧 其实我经常在给一些学员解答问题的时候 我也很困惑啊 因为因为很多学员 他问我问题的时候 他都只知道问老啊 老师我报错了 老师我不会说 老师我不会懂啊 但是你问这些问题有用吗 有些群里面也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告诉我 你哪个地方不懂 或者你的一个报错 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错误的话 我可以给你去进行解决啊 但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不懂 你刻后要录播自己再去看两遍 好吧 因为啊 那一个的话就不是 可能就不是一个地方的一个问题了 某一个地方我可以给你快速的解决啊 但是你都是不懂的话 确实有点难解决吧 这是关于这一部分啊 那么我们就继续了 好吧 这个地方啊 能继续的都刷了 啊 鲜花给我看一下 好吧 说的鲜花给我看一下 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去讲了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暂时是绘制了这一个东西啊 这个一直循环会更新 等我会修改这一个内幕啊 屏幕的一个内容是吗 这个肯定是啊 你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摊吃蛇的一个东西 这个摊吃蛇 这个蛇是会不断走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只是一个空白的一个东西 所以等一下肯定要去进行修改的啊 不要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们一步一步来 好吧 一步一步来 我们继续去绘制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暂时是绘制了这么一个内容 对吧 但是这样 我们去绘制的话 我们现在是一个死循环 死循环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来加一个东西 我们来给他一个print 比如说我们print一个东西吧 我们就print啊 print 我们在我们print 我们这个地方就给他一个hello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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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个py game py game啊 py game 我们直接给他运行一下 然后你就会发现下面不断的会再打印着一个py game啊 这样的话 会对我们的一个资源消耗的特别的多 因为它是一个死循环 会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打印啊 我想让他打的更慢一点 该怎么办 这样的话 就涉及我们的一个帧率了 一个帧率啊 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你们玩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你们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你们玩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你们玩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你们玩游戏 你玩了一个荒野行动 你会涉及到多少针多少针的一个东西 对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必须给他设置一下啊 就是设置我们的一个时钟对象 我们给他一个clockclockclock的话 直接等于一个py game啊 py game py game 点上一个碳 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时间模块碳 然后再去点上我们的一个clock 可乐可啊 这个clock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时钟对象 时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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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钟对象有什么用 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有用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设置一下 比如说 我就在最前面吧 最前面 我给他一个tick 最t i ck啊 提可 我给他一个二十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设置设置一秒钟刷新多少次 设置一秒钟刷新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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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刷新多少次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是一秒钟刷新二十 也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帧率的话 我是一个二十fps啊 二十fps啊 二十fps的一个帧率 他刷新的话 就不会特别的快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一个东西来打印看一下吧 我们就给个index啊 index 我们直接等于一个一吧 等于一个一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打印这么一个index吧 我们就打印着一个index 然后最终的话 我们给他一个index 加等于一个index 然后给他一个加等于一个一 啊 这一个地方 你必须要去设置一下 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那么他刷新是会特别快的 像是现在的话 还是比较慢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时钟给他注视一下啊 注视一下 然后我们给他刷新一下 像这样的话 他就会特别的快 所以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时钟对象吧 啊 时钟对象 那么我们给他去掉一下吧 我们这个给他去掉 这个给他去掉 我们就给他加一个时钟就好了啊 那么这样我们就给他绘制成功了 那么我们整个界面的话 应该算是完成了 完成整个界面之后的话 我们要来设置一个内容的吧 啊 这个地方用碳 用碳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必须用游戏里面的提供这一个游戏的一个啊 刷新增率吧 刷新增率 刷新增率 啊 增率做游戏开发的话 就必须要弄这一个 增率啊 刷新的这一个增率 在这个增率里面的话 我们就给他处理好了吧 啊 关于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结束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一啊 要做这一个蛇吧 像我们蛇一开始出现的一个位置 以及我们食物出现的一个位置 对吧 啊 我们蛇出现的一个位置 食物出现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我们该怎么去进行一个设置 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看一个东西 看着一个棋盘对象 啊 因为这个棋盘对象的话 我们不太好去进行一个操作 所以我特制会特意会制的这么一个棋盘对象 啊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一个10×10的一个棋盘对象吧 在这里面 我是一个10×10的一个棋盘对象 啊 在这个棋盘对象里面 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黑色的 黑色的 他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蛇 这个地方是蛇 红色的代表我们的一个食物啊 那么黑色的这一个内容的话 会在我们蛇在这一个棋盘上不断去走 对不对 不断去走啊 最终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的一个食物 在这个地方可以吃到我们的一个食物啊 那么他可以继续去走吃到这一个食物 现在我不考虑吃这一个食物啊 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这个食物应该要随机生成 对吧 以及我蛇一开始也要出现在哪一个位置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设置吧 也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点 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写一下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啊 食物 食物出现的一个位置 随机 食物出现的位置 随机 食物出现的一个位置 随机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蛇啊 可以在棋盘上 移动啊 移动并且吃这一个食物 对吧 并且并且可以吃掉食物啊 吃掉这一个食物 这一个的话 才说我们需要去实现的这两个东西啊 在实现这个东西 我们解决一下旁边这两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 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啊 你是说下面这个地方吗 皮外干点上一个display update 以及上面这些内容去进行一个设置 对吧 啊 这个的话是根据我的一个经验 根据我的一个经验 所以这样需要设置 这一个的话啊 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 根据我的一个经验吧 但是你去设置的话 如果如果你是这种 如果你是不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写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经验啊 但是如果你是不清楚这些方法怎么用的话 那是因为有一个文档啊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吧 有一个文档 我们的一个皮外干的一个啊 中文文档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在这一个摊字蛇小游戏里面的话 我们有一个文档啊 这个文档的话 你们之前有有去了解过这一个皮外干没有啊 像我们的一个程序员的话 去开发程序的时候 一般都会先去看一下他的一个文档 比如说我们刚刚用的一个东西吧 这一个的话是中文文档 也是我们vip里面的一个资料吧 vip里面啊 vip里面 我们之前是教的这一个皮外干的 所以特意 所以弄了这么一个中文文档啊 默认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英文的 英文对于中国的一个程序员来说还是有点难的 对不对啊 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用的这一个display的一个东西 这个模块的话 其实就是用于控制窗口与我们形式屏幕的模块啊 刚刚我们用的两个两个方法 一个的话是我们set这一个capit 对吧 就是设置我们当前窗口的一个标题啊 你也可以在下面去找到这一个 我们刚刚设置的是这一个display 一个set目的啊 设置我们的一个窗口 对吧 最终的话 它会返回我们的一个service 然后返回整个屏幕的一个对象啊 至于怎么用的 像这个屏幕对象里面 给我们去传递了这一些参数吧 然后里面有它详细的一些参数 来详细的参数啊 这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文档的一个东西吧 文档的一个东西 像看文档的话 基本上是我们程序员啊 必备的吧 啊 因为这一个游戏开发工具是py干这样规定的 而我们做游戏的话 我们都是啊 就直接这样去做了啊 如果你想做游戏开发的话 第一步 你应该是学习py干的一个基础用法吧 啊 等你这些基础知识啊 全部学会了之后 你再用这些知识组合完成 我们进行这种探知是小游戏啊 这一个因为我今天讲课 我是提前已经学习的那些基础知识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讲那些了啊 这些基础用法的话 我们就不一一去进行一个讲解了 好吧 基础用法 我们就不一一讲解了啊 有需要的 如果你想要的 想拿到这一个啊 中文文档的话 你可以去加一下这个木质老师吧 加着像木质老师 课后的话 自己再花一些时间去啊 学习一下这些基础用法就好了 如果拿到课程上讲 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啊 去进行一个学习吧啊 那么这是这一个看文档的话 是作为 对于一个成熟的程序员来说的话 就必须自己独立的去学习这些知识点啊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自学能力吧啊 这个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吧 看一下 然后其余的我们就不去看了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到的这一个event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到啊 以及我们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到这一个key 这些东西会用到的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吧啊 包括这一个举行对象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因为我们还要讲课就不一个一个去看了吧 课后的话 你们自己可以把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看一下 啊 因为你看不懂 你中文肯定是看得懂的吧 这个地方 啊 这是关于这一个文档 这个地方能够理解一下 理解吗 呃 这个文档看我有点看不下去 是吧 呃 有多少同学有这种情况的 就是你文档有点看不下去的 都敲个1给我看一下 好吧 啊 这种文档 这个不是字小 这不是小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字小 你可以给他调大 这个地方可以调大 这个地方你可以加啊 反正你扣可以拿到这个文档 你自己再去看吧 好吧 原来这么多同学看 看不下去 看得下去 敲个2给我看一下 好吧 啊 如果你文档都看不下去的话 那么你的一个编程学习制度 可能会特别的坎坷 特别的坎坷啊 因为到了后期的话 这些资料 资料只有英文的 或者资料只有英文的 你只能用翻译软件去看 你看不下 你也要硬着头皮去进行一个观看啊 所以这一个的话是必须的吧 有中文文档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像我一般都是看一些英文文的 确实没办法啊 因为最牛逼的技术还是掌握在养鬼子身上 你如果想要打败他们的话 必须啊 先学习他的一个经验 你才能打败他啊 所以是这个文档的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自己去要一下 好吧 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啊 像你们自学的话 可能就是看文章看视频之类的一些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的话 对于你的提升不是很大 所以看文档是最重要的啊 这个地方看翻译原文比较快 对这一个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吧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一个费 对不对 你直接点进去啊 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去看这些东西吧 我们也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是用了一个翻译插件的 你直接直接翻译就行了 最好的话 直接去看一个中文的 就直接看一个啊 用用这一个翻译插件吧 然后直接把它给翻译一下 看圆码 最好是看圆码 然后翻译一下 啊 那么你可以考虑找一个人带你去去啊 就你又不懂 你问他啊 让他教你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看了吧 这是这一个 呃 插件的话 你也去问问助理老师要好吧 这个地方 我们课程的话 已经耽搁了一些时间了 已经耽搁了一些时间了 这个地方发一下吧 找助理老师要一下啊 像我们用到的 课上用到的一些资料 一些东西的话 助理老师的你都会有吧 都会有啊 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 刚刚这个文档等一下 我们用到的时候 我们直接去查好不好 我们用到啥什么 别去查什么啊 就不去弄那些东西了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直接啊 直接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要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食物 随机的话 去生成我们这一个食物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想一下随机生成 有同学知道哪个地方可以随机生成这一个食物吗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导入一个函数啊 导入一下啊 影破头们 这一个人的啊 我们随机生成这一个食物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一个位置 我们应该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 可以在在整个棋盘的任意一个地方 对吧 我们就可以随机把它给生成了啊 那么我们的一个是多大 这个地方是500乘500的 对吧 那么我们随机生成食物的话 我们来来这个地方啊 我们食物的话 我们就给他 我们要生成一个x的一个点 x 我们就给他一个追 我们给他一个rendon 点上一个rendon 硬头啊 轮动一头 我们就是随机生成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从哪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从啊 您开始对不对 您开始到我们的一个500结束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就就这一点 它可以出现的一个范围是在哪个地方啊 这一整个内容是我们的一个棋盘 对不对 那么我们x的位置 那么对应的是我们这一条轴 对不对啊 对应的这一条轴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任意的一个地方 他都可能去给我们生成一个x的一个随机数 对不对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 我假设他的一个x是生成在这个位置 好吧 生成在这个位置 生成在这个位置 那么第二个 我是不是还要生成一个 y 啊 生成一个y 这个y的话 应该是对应的 对应的是我们下面的这一部分 下面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从上到下去进行一个传递啊 从上到下去进行一个传递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随必随随机再给他生成一个 好吧 随机再给他生成一个点 生成一个点 啊 在这个地方是红色的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黄色的 在这个地方再生成一个点 对不对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随机生成两个点了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两个内容 最终的话 他就会构成我们中间的这个地方啊 构成中间这个地方 就是他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去进行交汇啊 这两条线去进行交汇的话 最终生成这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实物了 对吧 那么在其他地方的话 我们也可以啊 也可以有这一些东西 对吧 也可以有这些东西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生成我们这些东西的 一个实物的一个点吧 啊 然后这个生成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啥子问题的 我们就来汇职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负的啊 负的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point p o i n t point 负的point 然后一个是 x 一个是 y 然后 那么我们就生成了这两个点了啊 生成这两个啊 在这个地方啊 这位同学把我给逗笑了 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啊 确实用这一个啊 用英文不好用评啊 这一个啊 专业的程序员会笑话 这个地方 你还别真笑话 其实啊 也有这一种吧 啊 就是我 我也看过用中文的 这个地方也有用中文的 千万不要用中文 用中文你就完蛋了 python 的话是支持中文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x 位置 你像这样命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命名是没有问题的 你下面可以这样用啊 但是你不要这样用 这样用的话是真的会去笑话你啊 你用这个拼音的话 我觉得还好 至少你是一个英文的 对吧 啊 这个地方太干了 确实太干了 我觉得也挺好的吧 这个地方 啊 不要小瞧别人 这个 ael a3 这种 如果啊 如果是我带你的话 如果我是你的一个雷的 我可能会让你去写一封检讨书啊 写一封检讨书或者让你去背一下背一下你的一个初中英英文单词啊 把那个初中英文单词给背一下 背几个一两千个就够了啊 不需要太多了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加吧 啊 我们15的一个点就设置好了 对吧 设置好了之后 我要把它绘制到这一个屏幕上去啊 绘制到屏幕上去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来了 我们绘制的话 我们现在啊 我们是绘制一个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首先去找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去进行一个绘制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加一下这一个东西啊 加一下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去找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一个pyg点上我们的一个叫的一个方法啊 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叫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绘制很多的一个东西 可以绘制矩形 可以绘制多兵型 可以绘制圆 对吧 我们其实要绘制的就是这么一个圆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这一个圆圆的话就是一个说口 然后第一个是绘制我们屏幕对象 然后是它的一个颜色 它的一个位置 它的一个角度 然后它的一个宽度 这个地方是一个零 我们其实可以就给个零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几个点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啊 还是这一个pyg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啊 绘制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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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食物的话 就是这一个pyg点上我们这一个就 然后点上我们这一个社口 对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社口啊 社口 第一个是屏幕屏幕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screen嘛 不就是我们屏幕对象嘛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屏幕对象啊 那么第二个 我们继续去查参数 其实不查参数 你也可以直接看原码 就是我们看这件 康学键加鼠标左键 直接点进来 这一个的话 一般都是程序员去看这种原码程序员 我们一般不啊 很少去找那些文档什么 我们就直接看这一个就行了 像第一个说我们的一个service 第二个是颜色 颜色这个红色的是什么 红色的我忘了 对吧 忘了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的红色的它是255 0 0的一个颜色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颜色 我们给它来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应该是一个255的 然后再是一个0的 然后再是一个0的 对吧 您啊 之后是我们绘制的一个位置 绘制在哪个位置 位置不就是我上面这个随机生成的这么一个点吗 我们直接给它绘制一下 之后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半径吧 这个半径 我们给它一个15个像素 好吧 我们后面那个0的话 我们可以给可以不给啊 像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reduce 的话 我们可以 啊 reduce 我们给了 后面这个位置等于0啊 可以给可以不给 我们就不给了 好吧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默认参数了 最后在这个地方 我就会得到一个15 我们给它一个负的 注意react 啊 负的react 啊 这一点的话 注意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食物啊 这个食物的一个对象 食物啊 食物在屏幕上面的对象 在屏幕上的对象 屏幕上面的一个对象 啊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你们能区分吗 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食物出现的一个位置 对吧 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 它是一个圆形的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 我们给的一个react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矩形或者圆形吧 啊 在这一点的话 它是绘制在我们屏幕上面的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吧 现在看一下 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食物出现在下面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也可以继续随机生成一下 啊 继续看一下 又到了这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继续给它随机生成一下 啊 继续随机生成到的上面去了 我们再给它来一下随机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生成在这中间了 也就是我每一次运行的时候 这个食物它都会随机去进行生成 对吧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食物的话 我们给它啊 生成成功的吧 在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一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这个是在屏幕上面的对象 这个是它的一个位置 这两个需要区分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检测它的一个碰撞 然后让我们的一个蛇吃掉这一个食物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 绘制到这 啊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绘制一条蛇啊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食物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食物在这个地方啊 但是我们的一个蛇的话 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食物的话 我们用一个点就可以进行表示 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点啊 但是我这一条蛇的话 我们有 三个点 这三个点 我该用什么去进行表示 有同学能在讨论区里面告诉我一下吗 啊 也能告诉我一下吗 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啊 有同学知道吗 我用什么去啊 我用什么去装很多个点 我们食物一个点就行了 但我蛇的生子的话 是有很多个点 这很多个点 我怎么去保证它 这很多个点 可以一直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运行啊 在这里面 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容器 就我想去装啊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元素 对吧 有一个元素 我要有有很多个元素 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我要一个一个啊 把它给收集起来 所以最好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装起来 装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弄了啊 所以是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这一个地方 我们应该用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 我们就给他一个蛇的一个列表 好吧 我们来定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snake 啊 是那个啊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snake list 我们就给他一个snake snake snake 我们的一个list啊 snake list 就是我们这一个蛇的一个列表 然后蛇的话 我们就给他固定位置 好吧 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给他固定位置 好吧 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给他固定位置 好了啊 蛇蛇 直接固定位置 固定位置 固定位置 固定位置的话 我就给他在10与10的一个位置吧 因为我们蛇的话 会有很多个点啊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再去装 我们很多个点 一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啊 一时吧 第二个的话 我们也给他一个一时一时一时啊 那么这个的话 是我们蛇身子的一个啊 列表点啊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把这一个蛇也给他绘制出来 那么这个绘制蛇的一个身子的话 我们也要去收集一下这个蛇的一个举行对象 我们给他一个snake 啊 snake 我们的一个react吧 然后直接等于一个列表 我们来绘制一下 我们直接forfor我们这一个pos吧 这个地方 pos的话 就是我们蛇身子的他的一个点 我们印着一个啊 snake list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啊 绘制这个地方 我们是绘制蛇的一个身子 绘制 绘制啊 蛇的身子 绘制啊 绘制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还是用同同前面这一种方法 前面这种方法 然后我们绘制的一个点 应该是这一个pos 这个pos 应该是从这一个列表里面便利出来的这一个一时和时 对吧啊 那么就直接给我们绘制出来了 那么绘制出来之后 我们给他加到这一个里面去啊 这个snake 他的一个react里面去 因为这个啊 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在屏幕上面的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要用到啊 用到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给他加一下就好了 那么我们给他加了之后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的话 是我们在屏幕上面的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要用到啊 用到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给他加一下 啊 加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重新再来运行一下 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这整个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这个蛇有没有绘制好啊 这个蛇太大了 对吧 时候我给他小一点 不给他半斤为食物 我半斤给五就可以了啊 半斤给五 我们重新再来运行一下 对吧 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啊 上面这个食物的话 他露出去半截了 对吧 那么我就限制一下吧 我们假设他从10开始吧啊 就不能不能让他超出我们的一个屏幕 我们就可以给他来剪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给个4啊 490吧啊 10到49年 这样的话 这个食物就不可能会超出我们这一个啊 屏幕的一个范围了吧 屏幕的一个范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随机生成了 那么这样 我们这一个啊 食物和这一个蛇的话 我们就给他绘制好了吧 绘制好了啊 这个地方有位同学吐槽 我这个游戏界面有点丑的吧 能做的更好看一些吗啊 这个界面的话 确实是有一点点丑啊 这个界面 因为我不是专业去做美术的 不是专业做美术的 不是专业做设计的 也不是专业做那些ur 做图片的啊 你可以专门去找一个啊 找一个那个啊 找个ps做图片的小姐姐 然后让他帮你做几张好看的一个图片 你就可以用那个图片设置为这一个背景 对吧 就像我们之前那一个啊 之前那一个 我们飞机大战一样 像这个飞机大战 他就稍微好看一点就为什么这个飞机大战会好看一些 你看一下这个飞机大战就稍微好看一些 对吧 有我们这一些飞机的一些图片什么的啊 因为这些图片的话 是一些素材吧 就是一些现成的素材 你拿来就用啊 但我们这节课的话就处理的比较简单 因为重点的话是思路啊 当你思路听懂之后 你用什么素材都可以做出同样的一个逻辑 像我现在做起来是比较的丑 对吧 但是最终我去替换一下 就可以换成你之前一样的了啊 这是这一个吧 这一个飞机大战 我把它给关一下 我们还是来看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代码吧 啊 这个飞机大战的话 我们在那个啊 祝你老师 你也有吧 客户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看一下那一个圆码吧 看一下那个圆码 看一下那个素材啊 到时候你再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暂时是给他绘制成功了吧 啊 绘制成功了这一些东西 在这里面的话 关于这部分都没有问题 超过一个我看一下 好吧 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 我赶你啊 我去解决一下 没有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动起来了 说就要动起来了 这个时候不动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啊 啊 就不太好去进行一个处理 对吧 这个时候不动的话 我就不太好去处理这一整个的一个游戏 啊 这个地方跟不上的同学 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好吧 跟不上的同学 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懵懵懂懂也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啊 你哪个地方听不懂 你可以问一下 还有敲三的 对吧 三是打酱油的 对吧 打酱油的 你敲个三给我看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 啊 这是我们一整个的一个东西吧 一整个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地方了 好吧 确实打酱油了 应该就是跟一下思路了 啊 思路的话还挺好吧 反正 课后的话有录播吧 课后有录播啊 像这个像这个课程的话 你你这些课的话就像我们学习啊 你学习一遍是很难学会的啊 因为根据那一个爱编号师的遗忘曲线 对吧 人类的大脑对新事物的遗忘是有规律的啊 像你上课听懂的 你今天还记得 明天还记得过 但是过几天的话 你可能就会忘记了啊 忘记了 但如果你有录播的话 拿出来看一下 你就会了 对吧 没有的话 你忘记了就忘记了啊 今天的课你也白听了啊 所以我建议你听完我们这一个课程 你拿录播再去巩固一下吧啊 之后的话 你再啊 你再对照我们的一个上课代码 一句一句的去敲下去 这样的话 你就能把这一整个东西啊 给他全部学会了吧 这个地方发一下 发一下 确实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看这些学员的话 还是有一些啊 跟不上的 那么暂时我们也不去讲了一些了 你跟不上的话 你就先听思路啊 注意 先听思路 先听思路 听思路 思路是最重要的 因为代码这些东西 我刚刚那个文档都已经发给你了 不懂得你去查 哪个地方不会用 你去查 但是思路是最重要的 你懂得思路之后 你才可能去写这些东西啊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是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啊 继续的话 我们这个蛇要动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去动 对不对 我们怎么去动啊 这条蛇的话 我假设只有一个点啊 暂时我假设只有一个点 因为在这里面 的话 有两个天 我不太好去移动啊 那么有这一个点 这个点 我们可以往哪个地方去进行移动 我可以往上面去进行一个移动 对不对 我可以往上走 我可以往右走 我可以往左走 以及我可以往下走 往下走 对不对啊 我这个时候的话 可不可以往右上走 往右上角去进行一个走 啊 理论上是可以的 对吧 当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一个蛇啊 像那种蛇蛇大作战的话 可能可以 但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考虑 往右上角去走的 好吧 啊 因为往右上角去走的话 等一下会导出我们的一个代码 会非常复杂 实际上也能走啊 也能走 就是横着走 对吧 横着走啊 鞋子走吧 这个地方鞋子走 我们不鞋子走 我们就是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啊 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去走的话 我们最好是提前定一下他几个方向 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叛乱 他是怎么去走的啊 怎么去走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给他写死吧 我们直接给他写死 就是蛇可以往四个方向去走 这四个方向的话 我们直接定义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蛇可以四个方向走 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move up up 完上走 默认的话 我们全部给他一个false吧 默认全部给他一个false 就是啊 啊 一个是move up 一个是move down 这个地方是往下走 当的话是往下走 然后一个是left left是往右走 然后right是往左走 right 这样的话 我们上下左右就可以去进行走了 对吧 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定义了蛇移动的四个方位 定义蛇移动的四个方位 定义蛇移动的四个方位 啊 四个方位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一个图 对吧 对应的就是这个图 上下左右四个方位 啊 那么我们真正的去进行一个移动的话 我们应该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我们eve一下 啊 我假设注意 我假设一分 衣服 衣服 我这个地方是一个move 啊 move 这个地方 我给他一个right吧 right 啊 right的话是往右走 对吧 往右走的话 那么他等一下走的话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 就是如果蛇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我们就拖着这个手 往右 往右走 往右走啊 然后直到操作我们的一个屏幕 对吧 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给他往右走吧 往右走的话 那么我们给他设置一下他的一个默认的一个东西啊 啊 move right 然后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我给他去设置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右走的话 我给他设置为一个去嘴 去其余 遇到都是一个force 对吧 那么我们判断一下 衣服他的一个move right啊 move right 我们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我们该怎么走 怎么走在这个地方啊 我原本的话 原本我是在这一个点 对吧 我要从这一个点变到第二个点 我应该怎么变 这一幅图的话 我们不太好看 我们看另外一幅图就是这一幅图 就是我们的一个棋盘位置 这个棋盘位置 假设我现在的这一个点的话 是在这一个位置吧 在这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我给他格式化一下 啊 假设我这一个点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是一个啊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格式化一下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出现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啊 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要从这个位置走到20这个位置 我应该怎么变 这两个的话 你们啊 就是大家来找查 啊 你们找一下 这两个 他是变了哪个地方 啊 就是他的一个位置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啊 现在的话 现在我这个地方 我现在我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位置 是一个一时到十 对不对 一时到十啊 我从前面这一个走到后面这个 是不是我这个x这一个二时这个地方 他往前面增加了一个一时 对不对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走这一个内容了 啊 在这个地方走的话 我们应该是走舌头啊 注意在这个地方 我们走舌头就可以了 啊 假设我们有很多个点 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很多个黑色的一个点 很多个黑色的一个点 啊 那么 那么我们这一条蛇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他在走的过程中 那么他就只有三个方向可以走了 对吧 啊 往上面走就会直接撞死了 所以就舌头的话是往三个方向去走 比如说我舌头的话 从上到下 那么其余几个的话 就是继续往下走就行了 继续往下走 然后继续往下走 对吧 啊 之后 这个舌头走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位置之后 那么他又会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供他去进行一个选择了 新的一个方向 供他进行一个选择 那么他新的一个方向可以往下走 往右走 对吧 往右走 然后再往左走啊 当然这个方向 我们暂时不去控制他 我们就暂时增加他这个内容 那么第一个 我们要走得到他的一个舌头 我们才去进行移动他啊 舌头的一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吧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啊 给他一个 Pos 好吧 POS 我就代表的是 我们这个sneak list 啊 snak list 我们去取到他这一个舌头 因为后面的一个内容 我们直接跟着前面的去走就行了 取到这一个舌头啊 那么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 pos 所以 pos 然后我们是他的一个 pos 的话 我们是取到这一个一时和时 对吧 我们应该取他第0个子 您是这一个一的话 是第2个 对吧 我们去取到他的一个0 啊 0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加等于一个一时加等于一个一时啊 或者我们写成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等于我们的一个 pos 然后加上这一个一时就行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舌头就发生了一个改变 对吧 发生了一个改变 就往这个地方是往我们的一个右啊 往右移动十个像素 然后我们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发生一个移动啊啊 在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个移动 对吧 不乱走啊 不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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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感觉 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这个地方 怎么走 走出去了 他还能继续往右去走啊 有同学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个地方啊 走走过去了 他居然还能往右边走 还能往继续走啊 继续走下去 你你都没东西了 你还能走 这个啊 其实这个整个屏幕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整个屏幕 它非常的大啊 也就是这一个时候的话 我们现在移出了这一个屏幕 他还能继续往外面去走 我不想让他外面走啊 如果你超出了这个屏幕 我立马把你打回右边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撞墙不死啊 这个地方啊 撞墙死了 我这一刻没办法演示下去了 就不好跟你们讲 那么我这一刻的话就是啊 就是打开游戏 然后游戏直接挂掉了 那么就没办法去写后面的一个逻辑了 所以现在你能理解我为什么前面给一个撞墙不死了吗 这个地方啊 所以我们走到右边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给打回到左边去 对吧 那么我们想一下 我要把它打回到左边去的话 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变 怎么去变 也就是我这一个时务的话 我走到这个地方 我走到我 我看一下期盘位置 也就是我这个时候 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我再走到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不对 我再走到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丢到丢到前面这一个地方去 对吧 也就是把我这个X这个地方 我给它归零就行了 对不对 我把它X给它归零 那么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的话 我们是if一下 if我们这一个POS它的一个0 0的话 我们是超出它的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我们是多少 是一个是一个500的一个边界 对吧 一开始我们设置的500的一个边界 如果它超出这一个边界 超出这个边界 我给你打回去 打回去 对不对 打回到最开始的那一个位置 我直接给它等于一个零就可以了 啊 这样的话 我们重新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应该是超出我们的一个边界之后 打回到右边这个地方来了 对吧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move right 这个地方是往右边去走啊 那么往左边去走 我们是同理 我们给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来一个 啊 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l 以法 最l 以法 啊l 以法l 以法我们这一个move这个地方 前面是我们的一个right 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一个left 啊 那么left的话 我们就会相反了 因为前面的话 我们来继续回到这一个页面啊 前面的话 我们是从左往右 对吧 那么我们是从右往左 那么是我们x 应该是减等于一个10啊 所以这个加的话 我们要变成一个减 之后它超出边界的话 应该是超出我们右边这一个0的边界 然后打到我们左边去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给它换一下 这个地方当它是小于一个0的时候 当它小于一个0的时候 小于一个0的时候 我们直接给它等于一个500的一个内容 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左右就实现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行啊 我们改一下它这一个东西 改一下这个地方一个是move right 对吧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move left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往右去进行一个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就往右去进行一个走了 对吧 那么往右走完之后 我们再来上下去进行一个走动 啊 这个上下走动 我要一点一点的把它写出来吗 我能不能复制粘贴 然后把它改一下 就不跟你们去讲这里面的一个逻辑了 这个地方可以吗 啊 这个地方可以吗 可以的话都说个可以 敲个可以给我看一下 好吧 或者用手机观看着你就敲刷走新花给我看一下 像这种代码重复的 最好是抽象成一个函数 但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去抽象函数了 我们直接这样去给 那么我们来判断一下 啊 一个是我们l if 这个地方是move我们的一个up 如果是往上去进行一个走 往上去走的话 我们就不是x的一个位置的 我们应该是y的一个位置追啊 所以我们是一个1啊 这个地方 我们要改成一个1了 因为0的话 您是取到前面这一个意思 1的话 才取到我们后面这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往上面走 这个地方 我们要减去一个意思 对吧 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减去一个意思 之后的话 如果我们这一个内容 它超出了我们的一个范围 如果if if 我们这一个pospos 他的一个1啊 这个1的话 它小于最小于我们的一个0 我们应该把它打到打回的话 是打到最下面去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等于一个500就可以了啊 然后往上去往下去进行一个走的话 往下去进行一个走 一个是move up 然后是一个move down move down 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往下去进行一个走 如果他大于500 这个地方是一个大于500 呃 大于500的话 我们给他等于一个0 这样的话 我们移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地方 我们全部给lif lif 一致的一个判断条件 全部给if 一致的全部给if 因为在真正做项目中 很容易出现一些错误吧 只有四个方向啊 能不能出现一个意外 可不可能出现意外 你想想 啊 可不可能出现一个意外 啊 再会 除非你以后不再动着一个代码 一旦你可能会去修改这个代码 那么可能就会出现错误 但你用我现在这种写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即使你后面再来改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写代码的话 不应该只考虑现在 我们还要考虑以后的一些东西 所以是这一个吧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从上到下去进行走了 那么就没有问题了 啊 这个的话是我们整个移动的一些东西 把整个移动的一些东西 那么关于这部分都没有问题的 敲个一个 我看一下 好吧 敲个一个 我看一下 啊 接下来 我们要用键盘去控制这一个蛇的一个走的吧 说他可以走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不能用我们的一个键盘控制上下左右去进行一个走 对不对 不能上下左右去进行走 那么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我要上下左右进行一个走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预预要用到一个新的一个功能了啊 但是没关系 反正之前的话已经给过你们这一个官方文档了 对吧 那么我们 我们 我们现在的一个技术不足以支撑 我们用我们实现一个上下左右去进行一个移动啊 上下左右去进行一个移动 移动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上下左右的一个移动 我们来看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一下 我们打开它的一个文档 我们上下左右的一个移动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事件 是这一个event event 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event里面的话 会有挺多的一个东西 在这个event里面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get 就是从对列中获取我们这一个事件 这个对列中获取这一个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vent点上一个get 啊 像这一个get的话 这一个的话 他会从他会从对列中 这个对列是什么对面 这一个是windows系统的一个对面 从这个对面里面 我们可以获取一个列表 也就是我们 进盘鼠标的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啊 准备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吧 看 看一下这个事件 啊 这个老师 你刚刚复制的太快了 能够慢一点吗 这个地方 刚刚下面这个地方啊 下面这个地方复制的太快了吗 这个地方啊 可能吧 可能吧 这个地方 我刚刚确实是复制 然后改一下 复制 改一下吧 这个地方的话 啊 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平时你自己敲代码敲的多吗 就是平时你自己敲代码敲的多吗 哎 多吗 啊 这一点 不多是吧 啊 不多的话就很严重了 就是在这一个啊 就是有句老话说的好 就是一个程序员的能力 跟他敲过的一个代码是成正比的 啊 你的第一百行代码 一千行代码 一万行代码 十万行代码 其实对你的一个提升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地方啊 就太快了的话 我建议你啊 我建议你啊 先去系统的去学习一下Python的一些基础吧 然后就多敲多念 这个代码这个东西 你多敲多念之后 你自然就能掌握那些基础知识了啊 然后你再来学习我们的一个公开课 因为公开课 我们教的都是一些案例啊 没有去教你这些基础知识 对你系统学习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的 如果你总是听公开课的话啊 你虽然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一个案例 但是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成长是没有太多帮助的啊 就像这些基础知识一样 我们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里面这些东西你说看不懂的啊 看得懂吗 都看得懂 但是逻辑你能理解吗 理解不了 原因在哪个地方 在于你对于这些基础知识掌握的不是很熟练啊 因为前面我这个地方已经讲过了啊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我的一个啊 VIP学员也好 还是公开课学员也好啊 既然是我的一个学员 我都希望你们课后能够多敲多念 好吧 多敲多念 啊 这是那一点啊 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吧 这个地方 我们要继续去获取的一个内容了 md 文档怎么打开的 下载问助理老师吧 那个你去问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会教你怎么去打开我们的一个文档的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刚刚那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一个方法 是我们这一个 event event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对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 event点上一个get 能获取我们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复制粘贴过来 好吧 这个地方能得到我们的一个世界 我们事件的话 我们直接for最for我们的一个event event event 啊 直接应我们这一个pyg 然后点上这里面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继续去打印看一下 我们直接print一下这些event 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把它给打印吧 把它给打印 然后我们不去处理其他的 然后你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我我鼠标在这个地方移动 他会不断的去打印 对吧 啊 你看一下这一个事件 这个地方是一个mose motion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们来翻译看一下 这个地方翻译看一下啊 这个是鼠标运动的一个世界 那么除了鼠标运动的话 我还想要一些其他的一些世界 比如说我按啊 我按的一些键盘 我不断的按下按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有一个 key key down key up 啊 key down的话 就是我们键盘按下的时候 不管你按abcd也好 你按下的时候 他会触发这一个事件啊 之后后面会有我们的一个key 然后会有这一个model吧 然后这里面是我们键盘按下的一个事件吧 啊 但这些事件的话 我只想要我的一个键盘事件 所以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啊 如果是我们按下的一个事件 我们才去要他吧 那么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啊 就只需要只需要键盘 只需要啊键盘 啊 按下的事件啊 键盘按下的一个事件 我们直接来print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他print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他加一下啊 我们直接啊 给他if一下 if一下我们这个event 然后他的一个type 如果他等等于py game 最py game 啊py game 点上我们这一个key down的这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键盘事件 这个地方我们是排除啊 不要鼠标事件 不要鼠标 我们通过键盘去控制上下左右 这个地方 下的n下的事件 事件 我们只需要只需要键盘事件 这个地方 啊 这个事件啊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keykey down的话 我们是直接去按了他这一个内容 对吧 按了他这一个内容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他一些东西吧 给他一些东西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直接啊 直接再去打印一下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重新再去打印 因为啊 用键盘 用键盘 控制上下左右移动啊 上下左右都是n键 不是我们鼠标移动的一个事件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啊 啊 py gain py gain 点上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key 注意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key down 这个地方打错了 是我们的一个key down的这一个内容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key down 是这一个插队 那么我们重新来运行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鼠标 鼠标你再来放就没有了 我按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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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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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在这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啊 这一些n键吧 那么这些n键 我们最好去进行一个判断一下吧 判断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 郑鑫老师 我有点是加你一下微信号码 这个王松同学啊 你要加我的一个微信吗 我的话 我一般都只给vip啊 学员去解答一个问题吧 我一般都只给vip去解答一个问题吧 啊 如果你是想跟着我系统来学的话 你可以去啊 加这个清风老师吧 加这个清风老师啊 只要是系统跟着我们学的话 到时候如果你是报名了课程之后 就清风老师的话 会啊 直接把我的微信推给你吧 到时候你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吧 随时来找我 啊 如果 如果只是一些基础问题的话 你找助理老师就行了 讲到这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吧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一个课程这个地方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一个按键按键按下的这一个东西 按键按下的这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上下左右啊 上下左右去进行一个按键了 那么按键按下之后的话 按下之后啊 这个你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 你这个微信是清风老师的 你可以去找清风老师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那些东西了 呃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啊 在的同学 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被打断了 这一下子 我 我不不太清楚 这个思路都被打断了 这个地方 呃 这个王松同学 王松同学想要破解别人的一个博彩网站 对吧 这个地方 那就别别来我们课堂上 我们课堂上不破解那些东西啊 这个地方 呃 这个地方的话 在的乔个一给我看一下吧 这个地方 我确实实度被打断了 能不能刷我新华鼓励一下 我让我有 讲下去的一个动力 这个地方 打乱我的话 这一下特别难受啊 我原本的话 我应该是讲到这个地方 我下面应该去进行一个移动了 结果啊 结果了 给我来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需要破解博彩网站 我就有点尴尬 呃 这个的话 我主要是负责课程的一个讲解 以及 以及 课程的讲解 以及解答服务吧 就那些破解网站什么的 一般不做 没那么多时间 好吧 没那么多时间 呃 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东西啊 我们就直接 直接的话 得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了 这个地方 呃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要 要 我们得到了一个键盘 按 按键 对吧 我们应该要获取 获取上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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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旁边这些在的同学怎么这么少啊 60多位同学 60多位同学 如果睡着的同学叫一下旁边的 好吧 叫一下旁边的都醒一醒 醒一醒啊 怎么只有这么一点人 其他的同学都在的 你敲个三个 我看一下吧 敲个三个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啊 能跟着 呃 1 2 3 4 5 6 7 8 9 呃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 是吧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都是僵尸粉 没想到还是真的有人在这个地方 呃 在这个地方 对 我们重点了 我们要获取上下左右 然后控制着一个上下左右 去进行一个移动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上下左右 这四个键我们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获取啊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注意 判断一下 我们这一个 event 啊 event 然后点上我们的一个内容 event 之后 直接去点上我们这一个 key 点上这一个 key 啊 点上这一个 key 这个 key 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个按键主意 这一个按键 那么这个按键 我们直接等于一个py gain 啊 因为py gain 里面的话 是直接封装了 我们的一个事件的 如果他的一个 key 的话 是等于py gain 啊 py gain 里面的 我们这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他一个 key-up 吧 key-up 啊 key-up 这个地方是往上的这个点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像这个 key-up 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个 对吧 也就是他这一个数字 如果等于下面这个 06的啊 你看一下这两个数字是不是能对得上啊 啊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摁下的这一个上的这一个键 他的一个 key 的话 就等于这一个 key 啊 为什么我不直接去写这一个 106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这两这两者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就这两种写法的话 你更喜欢哪一种 你更喜欢哪一种 啊 一堆常量的话 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你也不清楚 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写成这一个py gain 点上一个 key 我一看就是往上移动 对吧 我就非常能清楚啊 非常的清楚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 上啊 减 上 减 上 减 被 按下了 啊 我们就打印一个上 好吧 啊 那么我们除了上之外 我们还有下 还有 左 还有 右 对吧 我们都来判断一下 这个地方 一个的话说 我们的一个上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key 啊 key 啊 key down 的这一个内容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 key right key 我们的一个 left 这个地方 key 我们的一个 right 啊 啊 key 杠 right 啊 key 杠 right 然后还有 key 我们的一个 left 可以让 left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几个键 我们都给他来上了 来上了 好了 在这个地方一个是上 然后再是我们的一个下 然后再是一个 左 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右 啊 右 然后再是一个左 这个地方是一个左 啊 最好的话是给上一个 al 以法 这个地方我们是给个 al 以法 这个地方 是一个左 啊 左 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的上啊 我们重新来运行一下 像这个地方 我们按一下下啊 下的话 它就直接是一个下 对吧 它对应的这一个地方是 05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下啊 是不是对的上 这个地方是别人定义好的一个变量去进行一个封装的 一般的话都是 内置封装是这样封装的吧 但我们直接用就这样用就好了 啊 之后我上下左右按键 我是可以的 对吧 按键 按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需要去进行一个移动了 那么我要移动的话 我们是控制哪个地方 呃 我们移动的话 应该是控制上面这几个方位 对不对 这几个方位 我们把它给复制过来一下 如果控制 如果我要往上去进行移动 对不对 啊 晚上进行一个移动的话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给他给他上的话 我应该复制为一个去 对吧 我要 要往下移动 那么下是一个去 往左移动 左是一个去 往右移动去 又是一个去 对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要改他就行了 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up 对不对 up 我们是等于一个去啊 up 这个地方是上移动 然后把其他几个内容给他设置为一个force 然后一个是往我们的一个下进行一个移动 然后往我们的一个右进行一个移动 往左进行一个移动 对吧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通过输入不同的一个按键 然后改变我们一开始移动的一个方位 就可以实现在我们屏幕上不断的去进行一个移动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我往右移动 往上移动啊 往左移动 对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 你看 刚刚我们吃掉这一个食物之后的话 这个食物被吃掉了 对吧 吃掉了 但是他这个时候没有变长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食物应该要重新给他随机生成一个 对吧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需要去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解决这一个问题 只留一个不可以吗 要四个都在啊 如果四个不都在 会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不给他重置一下 他可能往两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走啊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试一下 我们这个上的话 我们给他留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bug 我们我们这个地方按上的话 他这个地方上虽然在走 但是他右的话 他也会再走 所以我们要把其他的一个方位给他设置为几个内容吧 不然的话 他这个地方更更新的时候会有问题吧 啊 因为我们这个l 衣服去进行一个判断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有两个方位在走一个是上 还有一个的话是之前的这一个啊 左 对吧 啊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之前这个判断 这里面我们是先判断完右的 然后判断完左的 所以他根本不会走到下面这一个地方来 所以这是我们我们啊 为什么要把之前的那一个内容给他重置一下的一个原因啊 你不重置的话 他可能往两个方向走啊 但是我们前面判断的时候又只能往一个方向去走 所以他不能斜着走吧啊 当然如果你需要斜着走 你可以用衣服去进行一个判断 然后去进行一个走吧 啊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部分吧 然后关于整个整个的一个输入键盘按键去进行移动 这部分都没有问题了 同学敲个一个我看一下 好吧啊 都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再来实现如何吃掉这一个食物 吃掉这个食物之后啊 吃掉这个食物之后 我们想要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进行一个移动吧 在这个地方没有问题都敲个一个 我看一下 好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 我们把这个代码给他梳理一下吧 我们现在敲的代码也挺多的了 这个地方有几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了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加一些注视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事件移动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啊 通过 通过键盘 控制控制蛇的移动啊 通过这一个键盘去控制我们蛇的一个移动 这个地方的话是啊 这个地方是 啊 移动我们蛇的一个位置 对吧 这个地方是移动蛇的一个位置 移动啊 蛇的位置啊 移动蛇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的话是绘制蛇的一个绳子 对吧 绘制蛇的绳子 绘制食物的一个内容 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做是好的吧 那么我这个地方 我们暂时可以不用管了 因为这个移动移动位置这个地方 我们暂时就不用管了 啊 不用管了 那么上面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给他这个地方暂时也可以先不管了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移动我们的一个舌头的舌头的舌的一个身子 我们还没有移动啊 甚至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处理 好吧 甚至等一下再来处理啊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继续往下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要去搞我们的一个啊 就是我们到我们的一个蛇吃掉我们的一个食物之后 对吧 蛇吃掉食物之后 我们的一个食物要重置位置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检测这一个蛇吃掉一个食物 对吧 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一个蛇会把我们这一个食物给他吃掉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这一个点 对吧 当我们这一个食物就是注意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屏幕上 在我们屏幕上这一个点啊 然后与这一个点撞在一起的时候 对不对 撞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把这一个食物给他吃掉了啊 那么我们重新随机再生成一个食物 对吧 重新再随机去生成一个食物啊 那么这个蛇的话 那么他后面继续跟我们一条 跟我们一条 啊 跟我们一条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去加这么一个内容 对吧 加这一个内容 加加了这一个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去走了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绘制一下吧 绘制一下 啊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这一个东西啊 啊 在这个地方可以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吧 这个地方 我们来绘制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注尸的习惯可不好 好的 都没问题 是吧 那么我们就继续吧 继续吧 刚刚讨论了一个付费 付费还是免费 这一个免费免费有免费有免费有免费的一个好处吧 付费有好复费的一个好处 为什么收钱 因为有人在给你服务 我们提供服务 难道我们就不需要花时间 花精力吗 啊 像我们讲公开课 其实也是一个免费的课程 但是这个免费的课程 是我们老是在上班啊 啊 然后是公司去承担这一个啊 承担这一个成本吧 然后给你们再上课啊 所以这一个的话 别看是一个免费的 其实也不是免费的 包括你们在bilibili上面看的那些免费课程啊 那些免费课程真的是免费吗 你去看的话 可能会有 会在其他的地方 会他会赚到钱 对吧啊 在我们这个公开课的话 就是完完全全免费的了 啊 继续来看吧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上下左右移动 上下左右移动之后 我们是就是这一个蛇要吃掉食物 对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写啊 就是这一个啊 当 蛇 我们看一下 先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这一个游戏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回到这个地方了 啊 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蛇去加这一个东西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这一个蛇在走 对吧 蛇在走 他可以去吃掉我们这一个食物 啊 吃掉这一个食物 当我们吃掉这一个食物之后的话 这个食物应该消失 对吧 然后蛇应该要变长 啊 这是这两个吧 这两个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两个我们来看一下 呃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当蛇啊 碰撞 就是 啊 预言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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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蛇吃掉食物 食物的时候 要啊 蛇变长 蛇变长 啊 重新生成食物 重新生成食物 生成食物 然后 重新生成 啊 从蛇变长吧 这个地方是蛇变长 啊 蛇变长 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两个东西 对吧 那么第一个 我们蛇吃掉食物 这个地方 我们该怎么去做 其实会有一个方法 在我们前面这个举行对象 这个地方 啊 就是当我们的一个食物与蛇发生一个碰撞的时候 那么是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他检测一下 啊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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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个食物的一个矩形 然后给他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啊 科技的这个react 然后还有一个是科技的这一个point 啊 两个方法吧 一个是检测与举行举行对象的一个碰撞 一个是检测与食物的位置进行一个碰撞 啊 然后我们前面已经有了食物的一个位置 对吧 我们就直接检测他与点的一个碰撞 啊 碰撞 如果他碰撞上这一个点了 那么就是我们食物与蛇发生了一个碰撞 碰撞之后 我们第一个重新生成食物 啊 重新生成食物的话 我们想想这个食物的话 我们前面已经有过了 对吧 有过了 我们把它 把它覆盖一下就行了 啊 那么我们直接复制这一个东西 啊 复制这一个东西的话 但是这个xy 我们要重新生成 对吧 重新生成 我们去给他粘贴过来一下 这地方是我们的一个食物 啊 是这一个食物吧 我们给他复制一下 然后给他粘贴一下 粘贴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重新生成了一个食物 生成食物之后 我们要重新给他绘制一下 那么就是上面这一句话 我们重新去绘制一下这 这 这一个 对吧 绘制食物 在屏幕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去绘制了 绘制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要给他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给他一个break一下 因为已经绘制好的之后 我们下面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个检测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能不能去吃掉这一个食物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能不能吃掉啊 这个地方 我们就吃掉了 对吧 吃掉了 这个地方 我们吃掉了 然后我们给他下一个 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又吃掉了 对吧 啊 又吃掉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 我吃掉了 这个地方 我吃掉了这个食物之后的话 我还是 蛇还是只有一条 对不对 蛇的一个生子没有变长 我蛇的一个生子 我要变长 变长 我该怎么办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给他添加一下 因为是我们蛇的一个点 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蛇 sneak 他的一个list 点上一个open的 open的话 直接给我们食物的一个位置就行了 给这一个食物的一个位置 因为蛇的话啊 蛇的一个生子的话 应该是啊 点 就是他的一个位置所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给他添加一下 所以他才会变长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运行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来加一下 啊 这个地方是有了 对不对 有了 再有了 哎 这个 啊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你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蛇的话 不是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我这个时候 我按你说应该要连在一起才对啊 你蛇和生子应该要一起走啊 你不能 你不能只只有蛇头走啊 你的身子怎么没有走啊 甚至没有走的话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地方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下面这一个问题吧 关于这个 然后蛇这个地方走的这个地方 哪一句代码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好吧 没有的话 我们把那个问题解决一下 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去走 呃 这一个一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都敲个一个 我看一下 好吧 啊 没同学在了吗 还是都听着懵逼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碰撞检测的一个方法 碰撞检测 好吧 啊 这个地方你暂时理解思路吧 因为这一个的话 它是直接是去检测它碰撞的一个东西 啊 我们这一个复的react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这个是我们绘制在屏幕上的这一个对象 对吧 啊 然后这个coli的coli的是检测的一个意思 就是检测啊 检测碰撞的一个意思 就是怕碰撞 碰撞的是一个什么 碰撞的是一个pointpoint 它是一个点 碰撞的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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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一个点 这个点是累你的 这个地方是便利蛇 啊 便利 蛇 啊 蛇的啊 生子 生子 它的一个生子的话 就是这些点位 就是这些点 啊 这一点 所以我们去检查这个食物 我们之前是绘制的 对吧 与这里发生了一个碰撞没有 如果碰撞了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蛇把食物给吃掉 蛇 吃掉食物 啊 蛇吃掉食物 吃掉食物之后 你是不是要重新生成一个食物 碰撞蛇的话 他在没有吃饱之前 没有啊 没有 没有完蛋之前 他就会啊 在这个地方就会生成 对吧 啊 便利的是舌头的一个位置嘛 便利的是所有的一个点 因为这里面我们还去啊 绘制 绘制蛇的啊 生子 生子的每一个点啊 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在于这些生子 没有跟着我们舌头去走 我们要跟着舌头去走的话 那么他才会啊 移动吧 就整个东西 他才会发生一个移动 就是我们上下左右这些东西去进行一个移动吧 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移动了这一个舌的一个位置 没有移动他的一个身子的一个位置 啊 这一个啊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这个名造川同学啊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只移动了这一个舌头啊 我们没有移动他的一个身子 所以他就只展示了我们这一个舌头在移动 没有移动身子 舌头是单独取出来的 舌头 舌头 那么我们所以就移动的只是这一个舌头 这个地方您知道川同学能够理解 敲个一个 我看一下好吧 啊 这是这一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 啊 只有舌头才会 甚至不会的 不一定啊 因为因为你这个程序运行的一个速度是很快的 可能是身子发生了一个碰撞 可能是舌头发生了一个碰撞 按道理的话 应该是舌头发生了一个碰撞 那有时候他没反应过来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身子碰撞 啊 所以最好的话 你是整个去进行一个便利吧 就这种写法的话是没有啥子问题的 呃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移动身子 对吧 在这个地方的话 前面那位同学说的一个问题啊 就一点小钱舍不得投资 还想高工资 呃 这一点的话 确实也是 其实这社会上的话 有有这种 有这种就是高工资 然后不花一分钱嘛 其实有啊 但是骗子更多啊 像 像我前段时间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又又看到几个 就是那种网上啊 包括一些投资理财的吧 就是啊 就是邀请你去报那种课程 然后给你免费的免费理财课 啊 课程确实是理财的 然后是一个盗版理财的 到后面的话 你完财之后 让你去投资 然后就去骗你的钱了啊 前面的话 看似是省了几千块 后面的话 被骗了几万啊 那种就很惨 这个社会的话 本身是这样的 你说有没有天上掉性别的好事 其实有啊 但是这个性别 你能不能接得住 天上掉性别 天上掉性别的一个好事 就是我给你一个0啊 免费的一个课程啊 然后0技术去教你 然后交完之后 你能就越高薪资的 有没有 这种的话啊 有这种好事吗 至少我没遇到过 对吧 遇到过 可能这个性别 可能还把我给砸死 因为啊 因为你不清楚他里面的一个套路是什么的 我宁愿多花一些钱 买一些正规的一些东西啊 还更好一些 像有一些小平台的话 我根本不敢去碰啊 碰的话 你可能像一些贷款平台小啊 那种小的一些贷款平台 一旦你贷款 你可能就直接陷进去了 对吧 其实这一个啊 也是一样吧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啊 就讲了 就继续看吧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移动了舌头 我们再来移动这一个身子 啊 这个身子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加一下这些东西 这个身子的话 我们想一下 我们要移动这一个身子的话 我们首先要获取他的一个位置 对吧 舌头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 啊 舌头的话 我们是在下面移动 我先把这一个取出的 我先去移动他的一个身子 我们身子的话 应该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位置 对吧 我们给他一个POS吧 啊 POS 直接给他愣 愣的话 愣一个什么 愣我们这一个sneak追sneaklist啊 然后给他减去一个1 啊 在这个地方 我取到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取到的是啊 我们 我们一条舌的话 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里面会有很多个点 对吧 很多个点位 很多个点位 在这个地方 很多个点位 啊 很多个点位 很多个点位的话 我 我这个地方取的POS 我是取到负一 就是最后这一个点位 啊 那么负一这一个点位 我先把他的一个身子给他移动一下 那么这个身子 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来移动啊 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这个地方 对吧 首先 我们身子的话 我们这个舌头 舌头 他可以可以玩左走 可以玩右走 可以玩下走 对不对 但是我们身子 舌头的话 我们暂时不管他啊 我们先先打 假设我们的舌头走了之后 比如说我舌头往右去走了 对不对 往右去走了啊 那么我的一个身子 是不是全部往前面走一个 往前面走一个 往前面走一个 这样的话 我就 我就实现了整个走的 就是他的身子全部往前面走一格就行了啊 然后舌头去由我们下面进行一个控制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把身子给他走掉 我们去走他的一个身子的话 我们可以给一个will 啊will 如果他这一个pos 如果他是大于一个0的 对不对 大于0的 我们就去移动他的一个身子 这个身子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他一个snicker 呃 这一个的话 我们给他一个snickerlist snickerlist 然后我们是这一个 这一个snickerlist 然后我们给他去加一下 这个snickerlist 然后我们给他去加一下 这个snickerlist 然后我们这一个pos 啊pos的话 我们直接等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去移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列表里面 在同一个列表里面 我要把这一个覆盖前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个覆盖前面这一个 我们必须要用到一个深拷贝 啊要用到一个深拷贝 这里面我们导入一个函数吧 这个地方的话不太好理解 你暂时先记住这样用吧 因为 呃 这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相当于把他的身子直接去进行一个移动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copy copy 小py copy 点上一个deep copy 然后deep copy 我们是移动他的一个身子的话 应该是我们snicker 啊snicker 我们这一个list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pos 最后我们给他一个pos 然后给他一个减去一个1啊 就是把他后面一个往前面给他挪一下 之后的话 我们要给他这一个pos 减等于一个1 减等于一个1 最终的话 他会等于一个0 等于一个0的话 他就是下面的这一个去进行一个移动的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这一个 呃 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一个pos 那么下面这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要给他去换一下了 这个地方 我们要不能直接给这一个pos了 对吧 呃 这里面的话 我们应该是给他 应该是snicker 然后snicker的 然后他的一个pos的这一个位置 我们这个地方给他换一下 这个地方都给他换一下 啊 因为前面是一个点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要他所在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替换一下 啊 不替换一下也行吧 不替换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就是这一个pos 直接是等于我们这一个snicker 啊 我们直接给他这一个snicker list吧 然后取他的一个第0个吧 第0个 这样的话 可以取出我们的一个舌头 上面是身子去移动 下面是舌头移动 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整个内容有没有问题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整个内容 我们往上去进行一个移动 往右移动啊 这样的话 我们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移动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身子就变长了 对吧 身子就变长了 我们继续看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去发生了一个移动吧 发生了移动 我们往下面去移动 往上面移动 啊 这个地方的话 这条蛇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蛇的话 我们先给他多吃一点吧 多吃一点 吃长了之后 我们才能让蛇去吃自己啊 蛇吃自己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蛇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现在的话 我们是处于无敌的一个状态的 就这个无敌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不会发生任何的一个改变 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发生这一个改变 在这里面 这个地方能听懂吗 前面这个地方都能听懂的 敲个1给我看一下吧 敲个1给我看一下 没问题的话 敲个1给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 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还在的同学 敲个2给我看一下好吧 我们看一下 像现在这条蛇的话 它有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它就是可以顺着走 它可以反着走 对不对 啊 像这样它居然居然不会挂掉 对吧 这个bug是怎么出来了 我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一个bug啊 如果这样的话 我这个游戏的话 确实是无敌了 就是从啊 从一出生就不断的去吃 不断的去吃吃到后面的一些东西 这一个 然后在这个一个的话 我们就接着准备来往下面来讲吧 下面的话看一下 这个for pos in sneakless 循环那个地方有什么 那个地方 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嘛 这个地方就是绘制它的一个生子 把它的一个生子全部给它绘制出来吧 就是它的一些生子 这个地方的话 for它的一个pos 没有吧 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来的 哦 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地方是便利舌子生子 然后将它生子没一点没点 它绘制出来 就是我们前面只是一个点位 这一边就是个传送的有效果 这个事情 可以用来看 如果大家必须是个传送的一个图人 是否可以的话 这可以好好的 我可以看对啊 我的朋友 这可以看看 这可以吗 在这里